中美的博弈 科技是最前沿 但是华为不但没有被你打倒 还不断的突围 又有很多的新手机 你知道吗 谢霆锋说要为华为MATX5手机 要有动作为电影 风行任务 你看他的海报长这个样子也是帅气 然后可以看到出来 这个是预热的海报 要宣布华为MATX5 要跟谢霆锋的为电影 要来上映了 那再来回到怎么样呢 中国大陆这个华为手机 我想问一下亮哥 我刚才在节目过程当中看说 亮哥你一直用你的这个华为新手机 你在看什么 不是我在学习 学什么 我在学习它的功能 然后也熟悉 我主要是用手机来看大陆的网站 因为我现在也看很多大陆的讯息 因为这只手机比我原来这只高级很多 我原来这是小米 我这个是iPhone 11 iPhone 11 你这个看起来怎么样跟iPhone 11相比 差太远了 第一个萤幕大了 第二个就是非常清楚 那这个看起来就觉得 爽度 而且它的照片 尤其是照片那个清晰的程度难以想象 那因为我会我常常会做截图嘛 那就放在我那个line里面嘛 我在备料要准备做我自己的PVT 对不对 那那个截图下来用这只看就非常清楚 就爽度爆表就对了 我简单讲就是它的 清晰度 解析度 解析度比我这只高非常多 你之前跟我们预告说 还有看影片 看影片当然就是清楚 而且这个萤幕比较大 所以现在爱不释手 我看你节目都一直用那只手机在看 没有 因为这个字比较大 我们比较好看啊 对不对 OK 而且我刚才问亮哥 亮哥说他明年要去中午大陆办事情 什么时候要去 没有 就选后了 因为台湾选举就是有点纠缠嘛 那人家会可以随便扣帽子干嘛 事实上那个当初我们到头条 那我那个台湾那个朋友 因为他跟头条很熟 他就说 那个大陆有很多 做直播的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我们可以去拜访一下 所以你明年去中国大陆 不只要办Sync 还要去看一些很多大陆的企业公司 头条是一个嘛 还有很多家 事实上这些 这些都是相关的 而且你只要做这个领域 应该都会认识 明年这么大 我很少看到亮哥休假 那明年的时候 你要去要休几天 我以前常常跑来跑去 中国大陆我去过很多次 你不要太常去 我们节目需要你 好我们说到这个华为的手机 那个怎么样呢 华为现在又有更新的消息 华为无线网络产品的总裁 曹敏就说他们要推去5GA 就是5.5G这系列的产品 这个网络能力提升十倍的速度 加速人家物行业车 五大连接的升级 我想问他 这个出来了吗 没有他说他们要公布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知道了 可是他最近又再讲一次 那明年要推产品 对可是这个是手机吗 他没有讲那么细 不一定 不是不见得是手机 不一定是手机 不然华为现在已经是 各种产品都有 物联 那如果是物联的速度 那也可以展现 因为他本质当时通讯 对 所以也会展现在自动车 还有智慧屏 这些方面 穿戴式装置 对对对 就是所以不一定是手机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只是 他要朝那个所谓 5.5G迈进 先讲 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会有这个产品 要做一些尝试 应该是这样 对 那其实华为 它的晶片 它的芯片的图围 其实今天台湾联合报 一个重磅消息 它讲什么呢 它说华为9月开卖的 新的旗舰的机型 Mate 60 Pro 它的里面的芯片 由中芯国际采用7奈米制程 就是麒麟9000S 然后帮助华为 跟中芯达成这个创举的是 荷兰的厂商 ASMO 然后它为什么有这样说法 它说得到独家消息 近两年 可以看到 华为狂扫 DUV 虽然ASMO没有透露 它实际的买主 但是这些机台 最终是流到了华为手中 估计数量来到了120台 数量超过了台积电 华为曾经 也被说什么呢 有塔山计划 那尽管这个计划呢 华为自己说没有没有 但是会不会这个Mate 60 Pro 就是塔山计划 确实存在吗 我想我想亮哥 你怎么看 这个传出来ASMO来帮了 这个华为 不过阿斯麦尔是要做晶片 华为是要投产晶片 没有错 可是相当的机密 就没有人知道 它做的量有多大 阿斯麦尔其实 中国大陆主要买家 应该还是中芯国际 可是因为华为 目前给人家感觉 在东莞 好像有在投资 这个金元厂 可是照片并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也只能够瞎猜 是 而且美国的SAMI 就是半导体协会 就是这样认定 而且他认为中国大陆政府 因为他比较信得过华为 因为过去你说什么紫光 武汉芯片 不是坑了很多钱 对不对 没有达到 所以他就是认为这个 主持的人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中芯国际 人家梁梦松就是 规规矩矩在做事 在做事 对不对 那华为当然也是 对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到底会给华为 协作给他多少 这个半导体基金 这个美国是把它讲得非常大 美国讲到了120亿美元 是 相当大 可是我确定华为自己会做晶片 因为他认为有一些东西 他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所以他会有去收阿斯麦尔 并不意外 不意外 现在就是在最强的 对 那其实华为 这个9000s的热产量 现在说什么 来到了4500万片 然后呢 其实华为在2024年手机的出货目标 提高了 说能够来到6000到7000万波 那这又是重要的 这还是很保守 这是保守 拜托 他 我们说过他 他今年大概 就会到4000万了吧 对 那明年 他6000到7000算什么 他曾经是2.4亿 那个时候就被 那个美国制裁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 不因为他基本上 现在是多线在制造各种产品 不只是手机 我的感觉 这个已经逐渐是属于他的品牌部门 手机是品牌的一种 那他不会把自己定位为手机厂 对 他这个叫做消费者的终端市场 那终端市场他就做手机 智慧屏 手表 那笔电 那可能未来还会有一些 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 智慧型的家居的装置 等等 可是这些总的讲是品牌 就他可能会出高规的产品 高规 然后建立品牌之后 他就可以有比较高的利润 那可是我认为很多领域 是属于基建的部分 所以美国会怕华为是因为基建 因为基建 就会从通讯 5G到5.5G 然后直接进入人工智能 所以亮哥你才会说 为什么华为 诞生在中国大陆 美国近待了 这什么意思 因为我坦白说了 如果不是华为 那中国 在跟那个未来科技的那个衔接上 很多都不是自己做的 你都是进口的 那你过去比如说传统工业 你有一些东西累积的经验 那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那个美国人并不觉得稀奇 比如说中铁舰 你高铁做到世界第一 那美国人会觉得说 那你就去做 他不会干涉你 那比如说造船 你现在也超过韩国 超过韩国第一名 这个美国也不会干涉你 三一重工 那个我们说龙门跳 那个美国也不会干涉你 对 可是你华为 从通信一下贯穿到5G 5.5G 要进入人工智能 这个美国人看了就 吓呆了 吓呆了 因为这个东西会 影响到未来整个军事 我觉得就是整个军事的布局 对 还有包括通信 然后包括人工智能 包括物联网 万物可怜的时代 那华为等于就是在铺垫 一个未来世界的根技术 对 重点是根技术 这个美国当然有意见 是 所以美国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把你的钱袋子砍掉 就是手机 手机 不然坦白讲 对华为来讲 那个手机 不是它的主力产品 它本来也不是要做这个 我说实在 而是说 我技术已经到了 因为它的工程师很认真 反正我就是都做得出来 鸿蒙 人家也做出来了 对不对 高师 大数据 人家也做出来了 对不对 还有各式各样的伺服器的 系统 人家都做出来了 所以他就觉得 我手机也做得出来 因为手机利润高 对于他来讲 财务就是一个大补丸 对 可是对他来讲 这个不是他主要要做的 对 他要做的事实上是一个平台 然后 他是要做一个数据跟人工智能 就我们讲那个万物可怜的 那个平台体系 对 所以亮哥才会说 这是一个未来科技的跟 华为这个诞生了 所以美国非常担心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也就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层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择 o 嗯 你说 没关系 什么 然后 你 有纹